議長選舉前三到四個月間 透過蔡姓、楊姓等共犯 向議員參選人或當選人 承諾以每票三十萬至一千萬不等的代價 要求議長選舉時能夠予以支持 本案經獎官長期蒐證 認為市政明確 雖於今年二月八號下午 同步搜索、市議會等涉案處所共適值起訴 同案共犯及證人十九人到案 安京檢察官訊問後 認為被告等四人涉及違反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一百條之投票行為罪權 犯罪嫌疑重大 有逃亡及淹滅罪證之嫌 所以向法院申請羈押 目前尚在法院申請中